成了电影导演之后 蔡明亮经常被兄妹告诫 不要把爱情万岁带回家 河流河洞连提都不要提 2011年春节 出家的妹妹郑重地对她说 哥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不要再拍那么黑暗的电影了 蔡明亮想了想说 我拍的不是黑暗 而是黑暗的角落 有人说 当我们把情色表现得如此狂暴或无耻 或许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巨大的悲哀 蔡明亮在电影《天边一朵云》中 故意张扬了情欲中的欲 放大它 把情埋在里面 去蒙蔽一些人的心 很多人只看到无限矿大的欲 对于情视而不见 观众是这样 社会也是这样 因为欲要直接得多 而情要更难发掘一点 成长 生活 衰老死亡 是寂寞的 现实和爱 同样也是寂寞的 所以电影成了蔡明亮最迷恋的事情之一 寂寞的蔡明亮选择了摄像机作为朋友 关注城市阴暗角落中 那些卑微 而又难以启齿的东西 并且以此 斩获殊荣无数 《天边一朵云》 获得了第55届柏林电影节艺术贡献奖 和阿尔弗雷德鲍尔奖两项大奖 《青少年哪吒》获东京影展铜奖 《爱情万岁》获威尼斯金师奖 《洞》拿到了嘎纳电影节费比锡奖 《河流》也获得柏林影展银雄奖 还获得过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文艺歧视荣誉勋章 我自己希望我做的作品都是有一定的分量 就是说不要那么快就被使用完了 所谓使用完就票房卖卖之类的 我找到了 感谢观看